保衛香港運動在天馬公園舉行反港獨集會 要求特區政府推行國民教育 並且就基本法23條立法打擊港獨 林家晴報導 參加集會的市民坐在天馬公園露天劇場 有些人拿著國旗和區旗表達反對港獨的訴求 很嚮往我們是中國人 所以一定要對我們祖國做一些有益的事 和香港人有益的事 即是不可以將它搞亂這樣的意思 建制派和法律界人士先後到大台發表意見 我們有一群分離主義者 他們不想做中國人 他們想搞亂香港 那這個我們是堅決不會容許他們這麼做的 港獨可以有其他的情況表現 比如說民族自決、民主自決、本土自決、所有自決都是港獨 保衛香港運動說立法會宣誓肉華風波 反映有人不認同國民身份 要捍衛國家主權安全 必須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 並且就基本法23條立法 大會說今年適逢回歸20周年和特首選舉 他們計劃每季都搞一次同類的集會 讓參加者透過嘉賓的講解 更加了解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有線電視記者林嘉誠報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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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